刚刚有讲 从2021年的12月1号 到2031年的11月30 长达10年的时间 每个月要付100万 那差不多是1亿2千万 这个钱是什么钱 所以双方都有承认有这100万 因为大S之前 就是在这一波的声明之前 他就有一个声明当中 有提到100万 他认定这100万是一个补偿费用 一种身心受创的赔偿金 他认定是这样 他说这是你答应要给我的100万 所以当时汪小飞也没有 特别说明这100万是什么 但是看得出来 这个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就是这个事情爆发之后 不是有网友留言 就是说你婚内出轨 得性病 所以每个月的100万 是报复性的消费 刚刚好 库林刚刚讲的那三句 我觉得真的不错 离婚要不牵连 不牵连 不牵连 不欠钱 不要口出恶言 可是我觉得前面那两件事 没有那么简单 不牵连 因为可能有小孩 不牵连都会牵连在一起 第二个是不欠钱 很多人都不给钱 对不对 好 来这个是汪小飞写的 汪小飞说 先看看咋两 这离婚协议每个月给你的 当时你说好好照顾小孩 让我把信用卡留下 结果每个月上百万的买东西 我还奇怪呢 你也不出门 买那么多服饰干嘛 我说你都结婚了 为什么还这样呢 你说因为你现在这个老公 很节省过着平淡的生活 当时因为买房子 要放你名下 才因为这个房 才因为这个房所开的这个账户 我恢复一下 和你妈当年的微信通话 找一下那个汇款入境 然后呢 汪小飞 亲爱的徐希元 这是12月4号 和各位博友 就是我们的网友 微博 我不管你跟这个光头什么关系 不结婚还是什么关系 你开心就好 但是我不想 我们的一切成了谈之 就是人家八卦的 聊天的话题 我真的想结束这一切了 让小孩寒假回北京 咱们在一起的时候 谁都没有伤害过谁 但是你能把 你那个助理 伟琪的矫情劲 说好吗 什么叫矫情劲 说好吗 因为他的这个助理 伟琪有帮他发了一篇文章 然后说大S 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 非常的委屈 然后一有所指 就表示说 这婚姻当中 其实大S已经忍让很多了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是像 婚内外遇一样 铁一般的事实 对 然后他要大S 好好的管管这个助理 对 我起对 所以咱们不会也不要伤害对方 就让一切过去吧 都成风 请教一下这个 古琳 有这么简单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我觉得 人的心里很奇怪 比如说很多男女分手之后 分手之后 不是分手就算了 分手之后你另外找对象 你最好比对方晚公开 就是你分手之后你先有 这个 先公开 先有分手先有女朋友 对方就会不高兴 而且如果时间太短 对方就会怀疑你是再婚前就有的 所以你 但如果他已经先有了 你再有 他就不会在意 所以不是分掉就算了 分掉之后的态度也很重要 我觉得对汪小飞来讲 我们想尽办法勉强同情他 就是说他觉得真的是戴绿帽 虽然那不是他老婆 可是因为毕竟 你那么快就再结婚 因为汪小飞心里是觉得说 你看我愿意付你十年 所以心里想说你该 照你的心情 应该十年也不会再结婚了 结果才几个月 然后又这么高调 弄得这个与国 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然后又那么张扬 如果说你们就默默的两个人 去法院公正这样 没什么报道 也许他也不会那么 心里面那么难过 而且又不顾对方的想法 譬如说你先跟我说一声 那我要结婚 虽然说你是 没有权利要求他这样 但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的时候 对方心里面可能多少 好受一点 甚至如果大S大气 你就主动说 那什么钱 那你的付卡就还给你了 我也不需要再这个 如果对啦 我帮大S讲一句话 第一个他实在太有名了 他那个即便他想低调 有时候都很困难 对很难低调 对吧 对对 那第二个 我会不会他那个 那个婚姻也有一点点 要报复的意思 你说谁报复谁 报复王小飞 对一下大S 因为身心受创 不过我觉得大S 不是那种人 大S他其实是一个 很直接的人 就是很敢爱敢恨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就说 所以一般如果比较 会多想一点的 我跟季节可以冷一点 我甚至晚一点结婚 他不管我爱就是 我委屈十年 我现在有爱了 我就去爱他 还没有见面就结婚 对 其实我跟你讲 剧剧烈算很低调 不过他也可以吐两句 对 我觉得他不讲话是对的 只有讲说停止造谣 但是没有用 而且将来太过分了 我们刚才在讲他那个 直播卖的那个套餐 还卖得特别好 对 叫软饭套餐 你们不知道吗 就是一盒软饭 一颗卤蛋 加一瓶绿茶 这三个都是羞辱人 这个在台湾能够 为什么一颗卤蛋是 光头 对 暗示他吃软饭 可不可恶 张兰在镜头前一直骂 后面一个女生一直在吃软饭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大S 其实大S有写那个两千六百万的时候 他后面有一句是反奉 他是稀饭是不是 还是软的饭 泡饭 泡饭 但是大S也有讽刺说 你儿子也是软饭的那个专家 大S 有啊 他有一个声明 意思是说你被你儿坑了 就大陆人的说法 意思说你的儿子也是这样 跟软饭也脱不了关系 意思说你儿子还不是跟我借钱 所以现在软饭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讨论的话题 了解 等一下我们就来看 就是说这里面其实就是 这是谁公布的 汪小飞 你说那个 汪小飞现在委屋上面公布 汪小飞 汪小飞公布 那他们的离婚协议有哪一些事情 其实是平常我们要注意的 来这个是汪小飞所公布的部分的离婚协议 那我要请教一下郭律师 他相对人 同意与申请人再婚 或与超越一般男女情依之第三人同居居住 在台北市信力区等 我先讲一下 这个相对人其实就是汪小飞 申请人就是大一室 我们把它转换 就是汪小飞同意 于大一室再婚 或与超越一般男女情依之第三人 共同居住 就同居的意思 那他在这个情况之前 负担散开房屋的水电费 就是说你如果再婚 你还没有再婚 还有你也没有同居的话 那我就付这些钱了 付什么 付水电费 税金 司机的薪资管理费 由汪小飞自行缴付制收费单位 如汪小飞经过大一室 催告在五个工作日 人为给付上开费用 这个汪小飞除了需要负担 上开费用之外 另同意给付大一室 该次费用三倍的惩罚性违约金 然后以汇款的方式 汇入大一室指定的 永丰银行的账号 那这个相对人就是汪小飞 汪小飞同意从2021年12月1号 到2031年11月30 长达10年 按月要给付大一室 新台币100万 按月 所以你就知道多少钱 一个月100万 一年1200万 1200万10年 1亿2000万 那为什么要付这个钱 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并于每月1号 以汇款的方式 汇入永丰银行指定的 大一室的账号 这样子 好 那我先请教一下 这个顾律师 所以第一 我们刚刚讲第一条 就是说他还没有同居 没有再婚 他就继续付这些 对 那如果他 像他现在结婚了 就不用付了吗 对 就不是他负担了 就不是他付了 其实因为后来 他们离婚到这个再婚 时间蛮短的其实 时间蛮短 只有几个月 对 那当时在签这个东西 通常我们讲说离婚了之后 在台湾 如果要付对方 这个赡养费 就照顾他的生活 一般生活开销 其实法院要判很难 因为他要怎么样 要离了婚之后 你没有办法维持生活 这时候 这个另外一方就要付钱 赡养费 但这个案件是用 大家谈好条件之后 进法院用调节的方式 把它结案 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 其实如果这个案子 进法院判决的话 可能不会判到生活费 不会有赡养费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两边都请了律师 还愿意签这个东西 说你住在那房子里面 你的水电啊 管理费啊 司机的费用我都帮你付 付到你再婚 一直就说 付到有人照顾你为止 那在有人照顾你之前 我都愿意帮你负担 这个真的是很深情 因为法律上 可能根本要不到这个东西 王小飞愿意给 当然看起来好像王小飞 真的很爱大S 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会不会是 他比较对不起大S 所以他可能 必须要做这个东西 然后要付很高额的管理费 对不起 我稍微赶紧一下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你再婚 那我就不付这些费用了 或者你同居 我就不付这些费用了 可是老实讲 我觉得同居这个事 的定义是有问题的 对 我随便决定好了 对啊 我们两个都不同居啊 有时候你找我 有时候我找你 他也要照顾 这样对吗 对啊 如果婚后不用付的话 那为什么小S 又可以去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 要他付那个500万呢 他那个500万 大S的讲法是说 他们应该这个协议条款 还有别的东西 有讲到是说 有个500万是 小朋友的存款 那因为他说 时间到了要付这个钱 可是王老妃把我给屏蔽掉了 我没有办法跟他通知说 时间到了你要付这个钱 那我只好对他强制执行 那一笔是这个样子 好 那顺美请教 刚刚有讲 从2021年的12月1号 到2031年的11月30 长达10年的时间 每个月要付100万 那头上就是1亿2千万 对 这个钱是什么钱 所以双方都有承认 有这100万 因为大S之前 就是在这一波的声明之前 他就有一个声明当中 有提到100万 他认定这100万 是一个补偿费用 一种身心受创的赔偿金 他认定是这样 他说这是你答应要给我的100万 所以当时汪小飞也没有特别说明 这100万是什么 但是看得出来 这个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就是这个事情爆发之后 不是有网友留言 就是说你婚内出轨 得性病 所以每个月的100万 是报复性的消费 刚刚好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有一个网友说 你婚内出轨还得性病 他讲的是汪小飞 对没有错 人家花你100多万 是报复性消费 刚好而已 对 那这个是大一时的回话是不是 对 这是他后来留的 留的 大一时说 你懂 致死不回了 你懂的 花钱买那么多水鬼 白费唇舌 套具酸辣粉的话 我们要用法律保护自己 那大一时的意思是什么 第一 你懂 就表示 婚内出轨得性病 这件事情 他没有否认 你懂的 就表示 对 你说的对 我的解读是这样 然后再来 他意思后面就 买那么多水鬼 大陆是这样 就我们叫网军 他们叫水军 所以有没有 他有个瓜胡水军 有没有 他意思是说 这一波新闻里面 对方 就张兰跟汪小飞 他们习惯性的 在网路上买了很多的水军 就是所谓的网军 然后不断不断的去丑化他 那大一时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走法律来看这件事情 那他其实这几句话呢 就让大家知道就是原来 我先讲一下 当时这个张盈盈的事件 其实我们讨论过 就是婚内出轨 因为大S跟汪小飞 在没有离婚的状态之下 汪小飞就跟张盈盈在一起 而且他们还回到 大S跟汪小飞 在北京 他们是有一栋房子 一栋豪宅 他们是有被派到 到那个房子里去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离婚了 张盈盈也没有离开那个房子 因为前几天 前一阵子汪小飞在直播的时候 大家记得吗 黑压压的 后面有个女生说 我在呢 我在 所以汪小飞就 净秒钟就立刻断掉 那不管 因为现在他已经离婚了 他跟张盈盈在一起 是他的事情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 你就是婚内出轨 所以这一百万 我相信是当时协议好的 一一二不是一百万 我说每个月一百万 这是协议好的 所以大S要怎么花 因为他身心受创 他想要让自己高兴不行吗 那为什么有性病这个事 根据狗仔他们之前拍摄的内容是 汪小飞显然不止张盈盈 一个女朋友 然后汪小飞呢 在北京的时候 因为他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北京 因为大S生了孩子的时候 他都是在台湾住 比较少去北京 所以他在北京的时候 各位光是证明 就新闻上的证明是 各位还记得吗 好多次是记者拍到他 在那种会所的门口 跟女生搂搂抱抱 那女生是谁也不知道 或者是根本就喝得烂醉 这是拍到的 那还有一些爆料内容是 不只是张盈盈 就是他跟了蛮多不同的女生 都有一些亲密的动作 而且喝酒之后 他疯狂的程度我们难以想象 你可以看嘛 这几次他发言骂人的时候 都是在已经喝醉了 就已经不太清楚 那就表示他大部分时间 是不清醒的状态之下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如果要有节目做请 他多喝一点酒 你不用请他多喝点酒 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 对不对 常常就是在镜头前都哭成那样 那再来就是显然 他有这样的女伴 应该是不止一个 所以有没有可能 因为伴侣比较多 他去公然指控徐亚军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看看他自己吧 他自己恐怕玩得更凶吧 之前其实那个狗仔王葛思琦 对 就在媒体公开说过 他不只有小三还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 他说他负责 他说汪小飞可以来台湾告他 对所以 婚内外遇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今年这个 汪小飞还跟张颖颖发生一件事情 他们在广州的时候 张颖颖据说对他提出条件 一个是要帮我洗白 就是要证明我不是小三 因为这样不然他在 中国很难混下去 那时候他有婚姻吗 那时候他有婚姻吗 那个汪小飞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 那时候没有了 离婚了 但是对 但是然后说第二个还跟张汪小飞 还要分手费 所以当时汪小飞出手打了他 那他们是有到广州的警察局去报案的 这确实有这件事情在 换句话说汪小飞是有暴力倾向的 所以很可能这十年内 大S不只是忍受他外遇这件事情 还可能忍受他暴力 所以这一笔钱 其实就是遮羞费 就是封口费 就是精神补偿费 没有人会对前妻那么好的 别说了 这个顺美 如果你发现先生有性病 你会吓死 不只是吓死 会非常非常的愤怒 你在外面乱玩 然后还得了病 可能会传给太太 而且你显然不是一个性伴侣 你可能有好几个性伴侣 然后你有这些性伴侣 回来还跟我发生这个亲密关系 然后把病传染回来 这是蛮可恶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虽然大S不愿意提当时的状况 张兰不是有一次直播也讲说 什么黑人打汪小飞 然后后来又说没有这件事 那事实上他只讲后半段 他好像没有讲前半段 当时大S大肚子 汪小飞是一个很容易暴怒 所以他推了他 请问你朋友被老公这样推 你会不会想要帮他 对不对 好 另外我们再看 我再请教一下 身心补偿费通常就叫身心补偿费 这个是大S自己 为了要跟大家解释说 不是我随便跟他要一百万 讲到好像很贪婪 这是一个身心补偿费 对我来讲是个身心补偿费 当然他们当时有没有讲好 这是什么明目 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对 所以不是一个装扭 上面没有写 那法律上有什么这种 精神损害的补偿 通常离婚都是有错的那一方 没错那一方就跟他要 这个损害赔偿我们叫做 胃腐经或是精神损害赔偿 通常会是这样 我们如果要在 就是在签协议的时候 规则于对方 我们要不要把它写 对方因为比方说 婚内出轨加上有性病 然后传染给我 所以对方同意 每个月给一百万给十年 他就是叫你不要写 他才会肯付这个钱 那就封口费 写了就不给了 你不讲我就 不讲我就给 不会先承认自己在 这个事情上有错 我愿意付钱就好 但你不要跟我吵说 是我的错 我干了什么事情 不然我们就打诉讼 而且有时候还会有 保密协议对不对 就是我付钱 但是你不可以讲出去 那这样算不算讲出去 刚刚那个网友 这都别人讲的 这都别人讲的 可是他有为 他写你懂 他也没有证实 那没有说是跟不是 你们被一直攻击我了 只是我们女生看会觉得 一般都写精神抚慰经 对不对 可是如果这个男人 对我造成人 不只是精神 如果他今天外遇了 外面有一小三了 那是不是精神 可是为什么要生这个字写进去 生心 如果得心病被打或什么 精神抚慰经 跟身心补偿不太一样 我身体跟心理 这配音应该知道 我身体跟心灵都受到创伤 戴神很常用身心 他第一次的声明 有没有讲说 我个人绝对没有 对对方的身心造成伤害 为什么要特别生心 我觉得有身体的问题 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 一百万十年算很多 算蛮多的 但我相信这个汪小飞 会要付这个钱 他应该理解到 就是他应该付 是值得的 他才愿意欠下去 应该有这么大的损害 避免他的名声的问题 当然也是这样 如果我现在不答应的话 那未来大家是要用 诉讼方式来解决的话 可能不是这个金额可以解决了 对 那假如汪小飞 因为人在中国 那很多人其实离婚了 虽然有这个协议 但他都不付钱 是 那最后还是得诉讼 对 诉讼 那大一时要去中国打官 打官司 还是在台湾打官司 两岸婚姻的部分是这样 离婚之后 对于剩余财产分配的问题 他基本上会遇到 分两地来处理 在台湾的财产 会用台湾的法律来处理 在大陆会用大陆的法律来处理 那他大部分的身家在大陆 所以他今天如果要跟你离婚的话 我直接在台湾跟你解决掉就好 那如果你要把战线拉到大陆的话 我不一定有利 我也有 谁不一定有利 汪小飞 外传43亿 假设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他的身家 对 那我现在付一付可能加起来 1.2亿 然后2亿6的这个房子 可能这个4 5亿就把你解决掉了 我不用 不要把这个战线拉到大陆来 如果拉到大陆来的话 可能一半要切给你 那很不划算 所以我直接在台湾跟你签一个 我可以付得起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照顾到你 你也接受的方式 我就把它签掉 所以100万 每个月100万 可能对他来讲真的是九牛一毛 再来 申请人现在持有相对人之付卡 也就是大一时 现在持有汪小飞的付卡 汪小飞声明及保证 不停用这一张付卡 并依每一期的金额 现有习惯之日 日常生活开支 于每一期金额 清长到期日前 代为支付信用卡费用 换句话说 剧金额跟大一时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那大一时这个婚 这个叫什么 投杀 婚纱 是花 王小飞的卡刷的 脖子上的珠宝 这个珠宝 这珠宝贵还是便宜 应该不便宜 不会便宜的 我们看不到 有人付钱的 我干嘛不买好的 有人付钱的 我干嘛不买好的 你一定买贵的 你还刷卡 你还这么消瘾 我本来就消瘾了 然后所以持有这个主要卡的人 会知道你大概买了什么 多少钱 然后王小飞自己不也讲吗 他说他有念过大S说 你每天待在家 你需要穿这些衣服吗 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 然后他 王小飞是不是有写了一句话说 大S有讲说 他说因为我老公比较简单 朴实 好像意思是说 他老公可能对这些奢侈品 比较没有一些兴趣或什么 所以变成大S的吃穿用度 至少都是汪小飞在买单 我现在讲的其实是那种 在法律上 因为有时候就是工房 那过于是 所以当时签的那个协议 就变成说大S即便再婚 那再婚花的那些珠宝的钱 也必须是王小飞负 也没有问题 因为他卡片不能停用 对 这个很有趣 像我们刚刚讲到 一百万这件事情 他还特别讲说 十年 十年 我就付十年付完为止 那是身心补偿费 我就到那边为止 那再往前面我们讲到说 你住那个豪宅的管理费 水电费 司机的费用 我就付到什么 你再婚 或者同居 有同居 对 可是卡费这件事情 他就是简单写说 我付卡 我不停用 继续让你刷 然后作为你按照你平常生活习惯的 生活开销 然后我来付卡费 对 那到什么时候 没有讲 到你再婚吗 也没有讲 对 到十年到为止吗 也没有讲 那就表示什么 那这样解读上 其他的有限制 这条没限制 我们叫做民事其一排除其他 前面的有限制 这个没限制 就是forever 我到老到死 我刷这张副卡 你就是要买单 因为据说 中国的网友都认为 普遍认为汪小飞 这个离婚协议书叫做 上权入锅 是不是你觉得 上权入不入锅我不知道 我只能觉得说他 各地赔款 他不是很谨慎 那说实在的 搞不好这个大S在开销这件事情 他算过他也觉得应该也还好 所以他觉得没关系 我就答应了 我相信他一定考虑过 因为那个信用卡 很多是有上限的 金额上限 比如我上限是一百万 那顶多你花一百万 我不怕 无限卡还是有上限 对 如果 所以他可能是这样想 可是这当中有个变数是 我认为在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犯错的是王小飞 所以某种程度 他会觉得他能够多补偿一些 然后再来 两个孩子都是大S在照顾 吃穿用度就我刚刚讲的 要不要钱 那用这张卡是合理的 所以他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所以关键不是用多少钱 是你用钱在那个男人身上 所以重点是去年底 去年底 对啊 去年底 绿帽子 11月22号 什么绿帽子都离婚了 离婚了 我跟你讲 婚后也有绿帽 这男人的这种心态 这个虽然我不要了 但是他跟别人睡 我还是不爽 你到底是哪个星球的 重点是他跟别人睡 还我付钱 还睡在我的床上 如果我们留在床上